因为在精神病院 就是康复中心 你感觉是那种放松自然的 简单的 就是我看他者 我从他者上面看我 就是说这种状态是 它就变成是一个 相对是一个静止的 但也是一个终极静止 它世界停住了 呆的概念就是 那你就可以跟你的恐惧拥抱 你跟这些蜘蛛拥抱 跳舞 就越过这样 这是有一个我画里面 经常会有的一个动作 是自己抱自己 或者自己抱着自己小时候 我很迷恋那个放射性的线条 放射的那种快感 给这些做一个冲结 就是我母亲带着我们不同的人 就是兄弟姊妹 这只是一个符号性的 往前走 就是乱霞 高兴 可能是很笨重 可能带着拖着很多东西 有童年的我们自己 到成年的 往前走 做一个整个这个阶段的一个结束 后来我觉得有好多这种 就是实际上就是一个真的 我看到的 和我记忆里看到的 和我希望我看到的 很笨 很笨 绘画 就是这些手跟它之间 发生了个关系 实际很简单 就是触摸 很真实 你能觉得它的那个起伏 那种变化 跟你的手就像满手可以无期 它一直在 它在一个中间的时候 你这个是可有可无的概念 你人生这个生命就这么长 因为在我们大小 就大脑里面就 狂过一个那个 那个踪迹 可能达不到 一生都达不到 但是呢 我知道要往那边去 我不知道我能做到什么 但我知道我不要什么